我現在進去西區警署 是按我之前在屯門警署案件的一個警署報道 但是我在傳媒中知識 昨天在警察、濫捕其他民主派的議員之間 都知道我在名單上 一時間進去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作出拘捕 但是我還是強烈譴責警方 昨天對所有民主派議員和民主派的人士 是一個濫捕 要知道他所牽涉的案件 都是立法會的內部事務 警方高度介入 用警權、司法制度去對民主派議員的打壓 其實是很可恥的行為 也是反映政權自今墮落 給全世界、給全香港人看到 這些用法律作為政治打壓的工具 是全香港市民都不恥的 我理解他是去過我家找我的 但是我又這麼巧不是在家 有幾個錯誤我聽不到 我不肯定是不是警方 但是沒有直接一個成功的溝通 我現在拉你的帳目是 香港特例第382章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7C 這個案件發生在2020年5月8日 下午2點32分至2點13分 在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2樓立法會會議室1號 召開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期間 根據警方調查所得 有理由相信你在舉行會議的時候 引起擾亂至令會議程序中斷或者相當可能中斷 警方星期日早上門拘捕立法會議員尹兆堅 另外現任議員胡志偉、黃碧雲、張超雄 前任議員朱凱迪、陳志全也先後被拘捕 他們涉及5月8日在立法會內會衝突事件 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有關藐視罪和干預立法會人員罪 據了解警方亦打算拘捕議員許智峯 但他仍未被捕 亦沒有收到預約拘捕 另外工黨主席郭永健亦被捕 懷疑他當日在公眾席求紙張抗議 涉及藐視立法會及房外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 他們下午陸續獲得保釋 星期四在東區裁判法院認訊 在考工的時候都有看一些片段 而那個片段就是包括了郭偉強 是將陳志全拖落地下拖行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其實陳志全正在用私人檢控 告郭偉強襲擊的 但現在就反過來 我的感覺就是原告變被告 起碼是從陳志全的角度會這樣想 當然是不公平 當然是一個政治選擇性的檢控和拘捕 當日內會會議由李慧琼主持 泛民議員質疑李慧琼無權主持會議 期間包圍主席台並且有肢體衝突 警方說當日下午接獲立法會秘書處報案 指有人在立法會大樓一號會議室 會議進行期間作出擾亂秩序行為 經調查和諮詢律政司法律意見後 拘捕六男一女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究竟當日這班議員有甚麼行為要被拘捕 而檢控的準則又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每次做的調查都是根據畫面所拍到的東西 考慮過全盤的事件 由開始直至結尾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之後我們有需要的就向所有證人索取口供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究竟是甚麼行為 怎知行為才是犯法呢 那我這裏就不能夠作出任何評論了 因為案件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我想這個問題就留在法庭或者那時候去解決了 另外建制派和泛民當日互有推撞 郭偉強更加懷疑將陳志全拉跌在地下 不過警方暫時未有提出檢控 有人怎樣打到另一些人呢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查報告 交約給律政司拿法律意見 由於現在還在等候階段 在這個階段我就不適宜作出任何評論了 東網記者南豪傑報道